在电影《银河护卫队3》上映后 许多观众不约而同提出了一个相同的问题 那就是在前两部中出现过的星爵的太空头盔去哪了 我们都还曾在《无限战争》和《终局之战》中看到过 关于这一点 导演James Gunn给出的答案 是星爵因为急着去救治火箭浣熊 把头盔放在了自己的书桌抽屉里 忘记拿了 并且他还说 如果戴上头盔的话 恐怕星爵的扮演者Chris Pratt 就不可能在走廊打斗的那场戏 表现出自己的神勇了 这个答案你满意吗 至于Drax为什么能听懂这群小女孩的语言 并能跟他们进行交流呢 James Gunn也有回答 他说因为Drax年轻时 曾接触过这种语言 所以他能与孩子们交流也不奇怪 另外一直以来都有一个传言 就是说银河护卫队系列的Title的颜色 会影射这部电影中谁将会死去 比如第一集中 黄灰色的标题卡片 预示了树人格鲁特 第二集中 蓝色预示了星爵的养父 央毒的死亡 但在刚上映的第三集中 护卫队成员却没有任何人死去 这就让人疑惑不解了 难道说以前的推测都是错误的吗 其实啊 如果我们看得仔细点 就会发现 第三集的标题卡片 颜色大部分都是金黄色 而金黄色指的是谁 相信大家也都心领神会了吧 还有对了 在电影刚开始 星云抱着的这个 也不是真的星爵 而是一个35帮重的假人 你看出来了吗 有什么事吗 有什么事吗 Yes How are you doing? Nice to see you Good to see you Of course I remember But this is Well Well that answers that question 谢谢大家